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最近這半年的騙案很厲害 什麼都有的, 叫你買虛擬貨幣, 股票等等 最近有個包租婆, 失了成千萬 她已經不是蠢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呢 為什麼還能騙得到呢, 很有趣 今天記得save, 訂閱, 分享 最近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盡量不要其他人中招 因為騙案是多了50% 很厲害, 升了一半 已經去到過億了 從去年開始已經是這樣 騙案是很厲害的 無論是電話騙案 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騙案 都很多 有時候我都聽過 有些騙徒說 怎樣 一件事最容易騙人呢 就是 當你一件事 是很少人去理解是什麼事的時候 你再加些什麼幻想都可以 所以投資是講一個幻想空間 當你很有幻想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了風險這件事 所以大家投資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太多幻想在一件事 也都 我經常都說 我最喜歡的就是房地產投資 就算現在這段時間我也是這樣說 為甚麼呢 因為 沒有幻想的 好像現在那時候 沒有人會買樓收租 但我仍然發覺是有的 就是我最近才發現 是真的有的 仍然是有人 是買車位 或者賣樓投資 是很有錢 就是貧富懸殊得很誇張 那我上次也分享了 那 這次就講回這裏 加密貨幣騙案 去年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損失了三億多 你看 五百多單而已 三億多 受害人五百多個 現在這裏 一半以上都是加密貨幣 大家極之小心 那他們出甚麼辦法 這個婆婆原本在收租 那 然後 就無端端在 放租平台 放租 因為現在都流行 現在不會找Agent放租 自己放租 但是 我發覺是很麻煩的 這件事 我發覺 我自己也試過這樣 後來都沒有搞 多數都是找Agent做 那因為 背景也不知道 還有你不知道認識了甚麼人 那 他認識了一個分析師 在外地分析師 然後 他建議下載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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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婆婆 她不是蠢 她懂得用Apps 她懂得上這些平台 去放盤 省下用金 但是 認識了這些騙徒 那些騙徒 那些騙徒 跟他很適合談 等等 很聰明 很懂得說話 然後 他就試一下 小小的拿20萬去買 先 隔了沒多久 真的變了40萬 他開始 嘩 貪心了 開始來了 將這些錢 分別 放在不同的戶口 放了很多個 即是十幾個 不同的本地戶口 存錢進去 最終 那 一直 戶口顯示了多少錢 是一直在升 你拿了九百幾萬進去 那就 升到五百 五千四百幾萬 但是 其實這個Apps是假的 那 上次我看完一單 也是這樣 其實在深圳那裏 找人寫個Apps 那 就幾萬元 八萬元 然後就拿來行騙 你想幾多都可以的 因為那個Apps 根本就是 所以這件事 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 真是 不知名的Apps 就不要下載了 你看到下載次數 得很少的Apps 就小心了 因為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首先 很多漏洞 我上次也說過 Facebook 也是很多這些 假程式 在裏面 Facebook 也是最多的 也是很危險 那就是Facebook 另外就是 現在呢 是騙圖 去到 直接做一個虛假程式 等你去下載 下了少少本 下去了 那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就是沒有實質 那個 那個 就是 程序在那裏 只是顯示一些數字出來 那你就不要太相信這件事了 尤其是 尤其是下載數比較少的Apps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還有別人推介你的Apps 你也要小心一點 就是不要大量放錢進去 那 因為呢 這個上升趨勢非常多 那如果你身邊有朋友 最慘就是 他又懂些 又是不懂些 他可能沒有留意一些 仔細的地方 就是那個 可能那個下載數非常之少 他又懂得按 那 所以 手機越易用 其實有個好處 也有個壞處 好像 虛擬銀行那些 喂 很容易用 但是呢 也都很容易被人騙 騙走的錢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房地產 是其中一個 就是 喂 你騙得多少 對不對 好像很多人說 會跌四五成 那樣 就算是這樣的 那始終有實際用途 第一 第二 就是不會被人騙 這些是最簡單的 就是 實實在在 一個實物在你身邊 你根本就沒有得被人騙 不會突然就轉走了 因為加密貨幣的安全性 我不是第一天說 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之前有買 我都說 喂 安全性很有可疑 你追查不到 你看上去好像很好 就是 看上去好自由 去中央化 沒有人管到 沒有人追查到 你的錢的來源 或者去那邊 但是回到 如果你出事 你追不追得到 你沒有可能追得到 根本呢 是肖勝力直 所以你說政府監管 是不是不好呢 其實政府監管 是應該的 當你一件事是沒有控制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 只不過你覺得沒事而已 藥物都要監管 很多東西都要發牌 很多東西都要監管 所以你沒有監管 其實是一個 雙面刀來的 你覺得你自由了 你覺得你的私隱 比較保障了 但是同一時間 亦都暴露在騙徒之中 亦都很容易就輸身家 所以做什麼投資 自己清晰 想清楚 如果真的 你完全不理解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不做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不理解 我就不做 是不是 買一個物業 我理解它的質素 看到實物 我知道它的租金大概多少 有得看的 這是很簡單 正常的人都看得到 所以 我會覺得 這些你不懂的東西 就不代表你一定要做 可以做少些 希望這段幫到你 大家都小心投資 這個騙案的趨勢 我看不到下降的跡象 可能還越來越厲害 我經常都說 不要賺急錢 投資理財是有個計劃 你是一個長期計劃 市況波動你都不用理會 因為你的計劃 是以年計的 或者是十年 二十年 當你慢慢 逐間逐間 還了 你就很輕鬆 我開始也不知道 當你慢慢慢慢 公園又完了 第二間又再做歌 你就一個一個 自負計劃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不是很難的 只不過是 太多噪音 你看不清楚 其實實際 你在做什麼 還有很多人 都被一些噪音 影響了自己 你根本是想著這樣做 不過說一下這件事 你就先想一下 說一下第二件事 又擔心這件事 真正的財富 不是很短暫 做出來的 是有計劃 做一些機贅 一步一步實淺 一步一步實跡 一步一步的實跡